民企党在台北市除了姚文智确定这个竞选士林大同区立委之外 其他的都是艰困选区 波线党内呢在士林北投区竞争十分的激烈的 包括了现任的市议员吴思瑶还有何志伟都积极要争取提名 但是绿党这边提名的环保律师文鲁斌就强调 除非有更好的人选否则他是参选到底的 那么到底该怎么整合也考验着民企党中央 拿起画笔图图写写民进党台北市议员何志伟 亲手画母亲节卡片还自拍上传脸书把握机会贺杰 选区的街头早已经树立大型看板 虽然没有明确的字眼 但转换跑道竞选2016立委的态度很笃定 因为有好几个里长说等到党中央一提名我之后 要带兵叛变 他们手下可能有五千多票 全部要去把国民党的党政撕掉 然后来规划民进党 我想除了何志伟之外 没有人可能选得赢 毕竟何志伟的妈妈新人立委薛林 已经连任两届不分区 依党规无法再获提名 辖者本届是领北投议员选举第一高票的高人气 何志伟打算接棒争取党内提名 对战国民党的立委丁守中 但同选区的资深议员吴思尧 挟着三届议员资历 基层实力不容小觑 我能够派出更强 更有竞争力 在大选更有胜算的候选人 那不管是天王级的 或者是其他的党内优秀人士 那我都予以尊重 相较何志伟 吴思尧鸭子滑水保持低调 虽然台北市市邻北投区 被民进党列为艰困选区 但不止党内抢得凶 第三势力也不缺席 已经表态的环保律师文鲁斌 同样当仁不让 目前我认为我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我在进一步 了解他们的时候发现 那我当然是离让 也是一个考虑点 算一算是邻北投选区 除了吴思尧和何志伟 民进党也曾劝说 涉及在北投的前立委余天参选 但没有获得正面回应 加上绿党的文鲁斌 要打败国民党对手 民进党得先化解党内相争 还得思考如何和党外合作 这一战可一点都不轻松 民事新闻 庄建委审培志 台北报道